最早向外界透露武漢肺炎疫情的醫生李文亮 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在2月7號去世 網上的消息說 為了維穩中共製造搶救假象 並嚴控輿論 不許對中共不利的信息流出 但網友卻要求廢除限制言論自由的惡法 武漢中心醫院2月7號發布微博消息說 甘願眼科醫生李文亮因搶救無效 在2月7號凌晨2點58分去世 李文亮醫生因為在中共當局公佈疫情前 就在朋友群裡警告出現武漢肺炎疫情 被中共當局作為造謠者訓誡處罰 疫情泛濫後 民間大量發聲 批評當局隱瞞疫情 打壓言論 李文亮去世 再次引爆網絡輿論 中共官方媒體在6號晚上9點30分 就已經報導了李文亮的死訊 之後為控制過激的輿論 又將死亡時間延後 以製造搶救的假象 第一是要掩蓋這段時間 他們對李文亮病情的拖延治療的責任 裝作是他們積極搶救無效後死亡的 第二是要以此控制輿論 這樣可以給那些對李文亮的死訊表示憤慨的人 一種虛假的救活的希望 而且還可以藉此延當消息的發布 在輿論的高峰天降溫 半夜以後再發布死訊 它就可以控制輿論民眾的情緒 有民眾在社交平臺推特上發文表示 中共精準操控中國網絡輿論 將李文亮去世的時間 從6號晚上20點30分延後到7號凌晨2點58分 讓輿論在夜間消化 並且刪除了我們要言論自由的熱門話題 只保留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的熱門話題 讓憤怒中的網民明白 只能鬧點情緒 不能翻天 李文亮去世引發民間潮水般的批判 讓中共史料未及 有媒體曝光中共宣傳部下令 要求對李文亮去世儀式嚴格規範稿園 不評論 不炒作 互動環節穩妥控制熱度 嚴管所謂的有害信息 這一次李文亮死亡的消息傳開之後 廣大網民的悲傷和怒火終於爆發了 很多人也喊出了要言論自由 要中共警方和官方道歉 這顯然是中共宣傳部門所不願意看到的 但是民心難欺 他們又不敢公開反對 所以只好搞一些見不得人的封殺動作 更重要的是避免民眾的怒火 受到中共的領導人和中共的旗幟上面 有民眾發文表示 李文亮是死於中共限制言論自由的惡法 因此要求廢除限制言論自由的惡法 建立對謠言的甄別和糾正機制 並且廢除對謠言的懲處等 有民眾認為中共硬可讓你去死 也不會給你言論自由 大陸網民認為 中共當局以打壓謠言作為維穩的手段之一 建議掩蓋一切不利於中共的真相 這恰恰是武漢肺炎一發不可收拾的主因 但可悲的是中共永遠不會記取教訓 下一次 另外一次疫情 或者是類似疫情這樣的危機又會出現 所以這個苦難 它是打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的 打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眼上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悲願 2月6號 中共又以所謂偷拍散布疫情防控資訊 造成惡劣影響為由 將雲南省文山市人民醫院的5名醫護人員拘留或罰款 網民質疑 為什麼醫護人員拍攝散布疫情防控資訊是違法? 難道百姓沒有知道疫情防控信息的權利?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表示 中共治下所發生的一切災難 其真正的問題 除了人禍之外 更是中共的體制之惡 這次中共處理武漢肺炎的方式 更顯露出中共兇殘的本性 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 不是為了真相 也不是為了廣大中國民眾的生命安全 它唯一關心的是維護自己的政權